吉隆坡高庭司法专员黄麒麟 在法庭会晤警方黎巴嫩珠宝商 和前首相夫人 那丁斯里罗斯玛的代表律师 拉吉文后决定 将原定在三月四号和五号 开城的珠宝商 追讨超过六千万令吉的珠宝案件 展延到五月 以等待警方完成早前在罗斯玛 住家充公的一万两千件 珠宝首饰的调查工作 而拉吉文也认同 法庭暂缓诉讼的决定 司法专员黄麒麟 是在得知警方将在五月 完成相关调查工作后 做出这一项决定 他也同时责定案件 将在五月二十四号 进行案件管理 与此同时 法庭也驳回了罗斯玛 提出的暂停诉讼申请 警方是在去年五月 在调查伊玛公司案件时 援引2001年反洗黑钱和反恐融资法令 在纳吉夫妇的住处充公了超过一万两千件珠宝 而利班嫩珠宝商随后向罗斯玛追讨四十四件 价值高达六千零二十一万令吉的珠宝 感谢观看